好 另一方面 綠營部分呢 同樣是積極的拉抬身世 民進黨的副總統參選蕭美琴 昨晚與社民黨臺北市立委參選 苗伯亞同臺 蕭美琴表示自己呢 是首度跟苗伯亞見面 但長期都有專注 他理性專業的問政表現 感到是相當敬佩 而苗伯亞也表示了 蕭美琴是用生命 實現美好夢想的人 也期待能夠跟他一起為台灣打拼 熱情揮手 神神一鞠躬 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蕭美琴 出席台北市立委參選人苗伯亞 所舉辦的直風車劇團演出 搶攻親子票 首度同臺苗伯亞 蕭美琴搭力稱讚 強調苗伯亞在議會問政的表現 就讓他感到非常敬佩 彼此互相讚美 苗伯亞也表示 希望能和蕭美琴攜手 帶領台灣航向世界 蕭美琴大使是我所認識的 台灣政治人物裡面 最充滿了愛與夢想與希望的一位 他承載了許多人的夢想 從台北去到花蓮 開拓最深藍最艱困的選區 我同樣也是在深藍的 艱困的選區開拓 那我也是希望能夠為大安區 帶來更多愛與夢想 現場大朋友小朋友 不為低溫飄雨全力支持 但2024總統選戰 剩下一個多月 藍綠白撒卡多戰況 也越來越緊張 根據ETtoday最新民調 賴肖配以37.4%支持度領先 侯康配以36.3%位居第二 可迎配則以19.6%垫底 賴肖與侯康之間 僅僅只差了1.1% 侯康配緊追在後 民進黨陣營不敢鬆懈 守住每一張選票 憑總統勝選 國會過半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 記者綜合